何西阿淑第八章 你用口吹脚吧 敌人如应来攻打耶和华的家 因为这民违背了我的约 干犯了我的律法 他们庇护叫我说 我的神啊 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 以色列丢弃良善 仇敌必追逼他 他们立君王 却不是由于我 他们立首领 我却不承认 他们用金银为自己制造偶像 以致被剪除 撒玛利亚 你的牛犊已经丢弃你 我的怒气向拜牛犊的人发作 他们到几时才能无罪呢 这牛犊竟然出于以色列 是匠人所造的 并不是神 撒玛利亚的牛犊必被打碎 他们所种的是风 所收的是炫风 所种的不成荷架 就是发苗也产不出面 即便产出 外人也必吞吃 以色列被吞吃 他们现今在列国中 好像人不喜悦的器皿 因为他们上亚树去 如同独行的野驴 以法连有雇来的爱人 他们虽在列邦中雇了这样的人 现在我却要聚集他们 他们因君王和首领 所加的重担 必渐渐衰微 以法连住了许多祭坛取罪 因此祭坛使他犯罪 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 却被看如外人的事 至于献给我的祭武 他们虽然宰现寄生 并吃鸡肉 耶和华却不悦纳他们 现在他必想起他们的罪孽 惩罚他们的罪 他们必归回埃及 以色列忘记造他的主 建造宫殿 由大多造坚固成 我却要降火焚烧 他的诚意 烧灭其中的宫殿 和西阿淑第九章 以色列啊 不要喜乐 不要向外邦人欢腾 因为你行淫乱离弃了你的神 在各股场上 如妓女喜爱仇嫁 股场和酒诈 都不够喂养他们 新酒也必使他们失望 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 以法连却要归回埃及 必在亚树吃不洁净的食物 他们必不得向耶和华垫酒 所献的祭也不蒙悦纳 他们的祭武 必如居丧者的食物 凡吃的必被垫污 因他们的食物 只为他们自己 必不奉入耶和华的殿 在大会的日子 到耶和华的节期 你们要怎样行呢 他们因逃避灾难离去 埃及人必收敛他们 魔妇人必葬埋他们 他们用银子做的美物上 必长吉利 他们的帐篷中必生荆棘 以色列人必知道 惩罚的日子临近 报应的时候来到 誓言者愚昧 受灵感者疯狂 皆因你罪孽极多 大怀仇恨 以法连曾做我神的守望者 至于身严者 在他一切的道路上 有补掉人的网罗 在他神的家中有仇恨 他们深深地败坏了自己 如在基比亚的日子一样 耶和华 必记得他们的罪灭 必追讨他们的罪 主说 我遇见以色列 如葡萄在旷野 我看见你们的列祖 如无花果树上 首先出熟的果子 他们却来到巴黎皮尔 分别自己归于那可羞耻的 就成为可憎恶的 与他们所爱的人一样 至于以法连人 他们的荣耀 必如鸟飞去 必不生产 不怀胎 不成孕 纵然养大儿女 我却必使他们丧子 甚至不留一人 我离弃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有祸了 我看以法连如推罗 在于草地 以法连 却要将自己的儿女带出来 叫羽形杀戮的人 耶和华 求你嫁给他们 你要嫁给他们什么呢 求你使他们胎坠如干 耶和华说 他们一切的邪恶都在极甲 我在那里憎恶他们 因他们所行的恶 我必从我家中赶他们出去 不再怜爱他们 他们的首领都是悖逆的 以法连受责打 他们的根枯干 不结果子 寄货生产 我必杀他们腹中所出的爱子 我的神器绝了他们 因为他们不听从他 他们也必漂流在列国中 何西阿淑第十章 以色列是茂盛的葡萄树 结果繁多 它的果子越多 就越增添祭坛 地土越肥美 就越造美好的住相 他们心怀二义 现今要定为有罪 耶和华必拆毁他们的祭坛 毁坏他们的住相 现今他们必说 我们没有王 因为我们不敬为耶和华 王能为我们做什么呢 他们在立约时说公话 其假事 因此审判如毒草 滋生在田间的离沟中 撒玛利亚的居民 必因伯亚文的牛毒惊恐 拜他的民为他悲哀 拜他为偶像的祭司 为他战惊 都因荣耀离开他去了 人必将牛毒带到亚树 当作礼物献给耶雷布王 以法联毙蒙羞 以色列必因自己的计谋惭愧 撒玛利亚和他的王毕被剪除 如水面的枯枝一样 伯亚文的秋坛 就是以色列的罪 必被毁灭 荆棘和吉林 必长在他们的祭坛上 他们必对大山说 遮盖我们 对小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以色列啊 你从基比亚的日子以来 时常犯罪 他们仍然站在那里 攻击罪孽之辈的战士 岂不是在基比亚追上他们吗 我在愿意的时候 闭馆叫他们 他们为两样的罪孽所缠的时候 列邦的民币聚集攻击他们 以法联是训良的母牛犊 喜爱踹鼓 我却将恶加在他肥美的景象上 我要施以法联拉梨 犹大必耕田 雅各必把地 你们要为自己向公益撒种 就能照着慈爱收割 你们要开垦自己的修耕地 因为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 等他临到 使公益如羽匠在你们身上 你们耕种的是奸恶 收割的是不义 吃的是谎言的果子 因你倚靠自己的道路 仰赖自己的勇士众多 所以在你民中 避起洪攘之声 你一切的保障 必被拆毁 就如沙勒曼 在征战的日子 拆毁伯雅比勒 将其中的母子 一同摔死 因你们的大恶 伯特利必使你们遭遇如此 到了黎明 以色列的王婢 全然灭绝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 我爱他 就从埃及 召出我的儿子来 伸眼者越发招呼他们 他们越发走开 向朱巴黎献祭 给众偶像烧香 我原教导 以法连行走 用双臂抱着他们 他们却不知道 是我医治了他们 我用慈善爱索 牵引他们 我带他们如人松开 他们塞上的恶 温和地喂养他们 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 亚述人 却要做他们的王 因他们不肯归向我 刀剑必在他们的城中挥动 毁坏门栓 把人吞灭 都因他们随从自己的计谋 我的名片要被盗离开我 众神言者 虽然招呼他们 归向至上的主 却无人尊崇他 以法连啊 我怎能舍弃你 以色列啊 我怎能将你交出 我怎能使你如鸭马 怎能使你如洗扁 我灰心转意 我的连续大大发动 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 也不再毁灭 以法连 因我是神 并非人 是你们中间的圣者 我必不在怒中 临到你们 他们必跟随耶和华 他必如狮子吼叫 他一吼叫 他的儿女 就从西方战京而来 他们必如雀鸟 从埃及战京而来 又如鸽子 从亚树地来到 我必使他们 住自己的房屋 这是耶和华说的 以法连用谎言 以色列家用诡计围绕我 有大象神 像忠信的圣者 仍然犹疑不定 和西阿淑 第十二章 以法连之风 终日追赶东风 他增添虚晃和强暴 与亚树立约 把犹送到埃及 耶和华又与犹大争辩 毕赵亚 各所行地惩罚他 按他所做的报应他 他在母腹中 抓住哥哥的脚跟 壮年的时候 与神较力 他与天使较力 并且得胜 他哭泣恳求 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 他在那里 与我们说话 他是耶和华万君之神 耶和华 是他可纪念的名 你当归向你的神 谨守慈爱 公平 常常等候你的神 以法连是商人 手里有诡诈的天平 喜爱欺诈 以法连说 我果然成了富足 为自己得了财富 我一切劳碌得来的 人必不见有什么不义 可算为罪的 自从在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我必使你在住帐篷 如在所定节期的日子一样 我以小欲众身炎者 并且加增异想 借身炎者使用比喻 激烈人有罪孽吗 他们全然是虚假的 他们在极甲献牛为祭 他们的祭坛 好像田间离沟中的乱堆 从前雅各逃到亚兰地 以色列未得妻子服侍人 未得妻子替人放羊 耶和华借身炎者 领以色列从埃及上来 以色列也借身炎者 而得保存 以法连大大惹动主怒 所以他的主币 使他流血的罪归在他身上 必将他自己的羞辱 还抱他 从前以法连说话 人都战惊 他在以色列中高举自己 但他因是奉巴利而犯罪 就死了 现今他们越发犯罪 用银子为自己造住相 就是照自己的聪明制造的偶像 都是匠人的工作 他们论到那些偶像 说献祭的人可以像牛犊轻嘴 因此 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 又如速散的甘露 像河场上的康比 被狂风吹去 又像烟气从窗口腾散 自从在埃及地以来 我就是耶和华你的神 在我以外 你不可认识别神 除我以外 并没有救主 我曾在旷野 及其干旱之地认识你 他们照我所赐的草场 得了饱足 既得饱足 心就高傲 忘记了我 因此 我要向他们如狮子 又如报复在道旁窥市 我遇见他们 必向丢崽子的母熊 撕裂他们的心魔 在那里 我必向母狮吞吃他们 田野的走兽 必撕碎他们 以色列啊 你反对我 就是反对帮助你的 自取毁坏 现在你的王在哪里呢 让他在你所有的城中 拯救你爸 神里你的在哪里呢 论到他们 你曾说 把王和首领赐给我 我在怒气中将王赐给你 又在圣怒中将王废去 以法连的罪孽是包裹着的 他的罪是收藏着的 产妇的疼痛必临到他身上 他是无智慧之子 到了产期 他不应当迟延 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的权势 救赎他们脱离死亡 死亡啊 你的灾害在哪里 阴间哪 你的毁灭在哪里 在我眼前绝无后悔 他在弟兄中虽然茂盛 必有东风刮来 就是耶和华的风从旷野上来 他的全员必干涸 他的源头必枯竭 仇敌必掳掠 他所积蓄的一切宝器 撒玛利亚必有罪 因为背逆他的神 他们必倒在刀下 婴孩必被摔死 孕妇必被剖开 和西阿书第十四章 以色列啊 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 你是因自己的罪孽半爹了 当带着祷告的话 归向耶和华 对他说 求你赦免一切罪孽 恩此地收纳我们 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计 如同牛犊献上 亚树不能拯救我们 我们不再骑马 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 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孤儿在你那里的蒙连续 我必医治他们的背道 甘心爱他们 因为我的怒气已从他们转消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 他必如百合花开放 如粒巴嫩的树木扎根 他的枝条必延伸 他的荣华如橄榄树 他的香气如粒巴嫩的香薄树 曾坐在他阴下的碧归回 发望如五谷 开花如葡萄树 他的名声如粒巴嫩的酒 以法连必说 我与偶像还有什么相干呢 我耶和华必回答他 也必顾念他 我如清脆的松树 你的果子从我而得 谁是智慧人 他可以明白这些事 谁是通达人 他可以知道这一切 因为耶和华的道路是正直的 一人必在其中行走 有过犯的人却在其上半跌 我不想说 我可以知道这个话题 这些事 这些事 我可以知道 每个人华都要 你一切都要 我可以知道 那些事 我可以知道 我可以知道 那些事 你必须